詞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望中寬屏的這個詬病案 因為這個詬病案涉及一個 現在已經擁有台灣的報紙雜誌 無線電視 還有有線電視頻道 还有非常重要的新闻频道 这样子的一个媒体业者 他要进一步并购台湾11家的 有线电视系统台 这将是台湾有史以来 将有可能形成一个最大的 跨媒体拒售这样的一个现象 各位也知道的是 有三位NCC委员因为反对这个诟病案 然后再加上两年前呢 就是说这个诟病的申请业者 就是说用他的媒体力量来 这个公级NCC委员 所以他们退出这项审查 那我们第一个质疑是说 就只有四个委员所组成的 这样子的一个审查会 可以去决定台湾这么重大的 一个媒体诟病案吗 公平会在他通过 妄装诟病案的审查的时候 他提出来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他说本案涉及因化媒体并购 所引发媒体专业自主 言论集中化等受舆论高度关注之重大议题 因非属本会审理范围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课证依法 就前开事项审查中 所以其实公平会 他只处理事业的结合 以及市场的集中的问题 所以他在这一点上已经清楚的告诉大家 NCC他要审查的重点是在于 这样的一个诟病案造成市场集中 对台湾的言论的多元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那这也是我们呼吁NCC委员要审慎考虑的地方 旺旺本身两年前我也被告 既成诚信任也告 可能后来也没有告 那么那个时候 学界也出来主导 出来跟他讲理 也是不听 不但不听 还要告我们学者 还要再放行登广告 骂这个通传委员 这么遏制的财团 这么嚣张的财团 又来了 又来了 那公平会第一关也没挡住 那些也是 他公平会也没挡住 他就是为了赚钱 为了有钱再来赚钱 为了并购而并购 那么他控制整个媒体 就是他的目的 他对于整个公民社会 对于民主理念 有没有 都没有 他反而是在破坏 公民社会跟民主理念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制度 这次并购系统台 大概有118万户 影响到的收视人口大概有 影响到的收视人口大概有三四百万 我们了解 谁能够控制通路 谁就能够控制内容 控制了台湾三分之一以上的 视讯播出的这个平台 跟这个通路之后 我想这两大集团大概不需要去发太多的力量 就有办法控制所有的新闻台 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新闻走向 那这是我们真正担心的一件事情 并购方基本上并没有钱 他们是拿他们并购下来的这个 118万户是一家系统台 到收视户未来的收视费当作是一个保证 跟银行团贷款 贷款的金额可能高达700亿里面的八成或者是七成 所以他的负债是到五六百亿以下 而这些收视费是现金 因此并购我们的一方就可以用这些现金担保 保证银行说我将来会还你利息 我也会还你本金 那你想想告诉我们为什么去抱怨 电视有些电视的新闻比较内容不好看 就是因为你系统台收来了钱 你不愿意多付频道的授权金给这些频道业者 频道业者大概没有钱 能够购买更好的影片 更有内容的影片跟去制造更有随种的新闻给大家看好 那他为什么不能够这么做 因为他没有钱 未来你这个都并购完 让他通过的话 他所收到的收视可以丰多付予利息跟付予登记 他所能够付频道的钱会跟以前一样 这次要更少 那如此一来数位化当然就更遥遥无期了 我们知道有些电视里如果要达成单评单选 跟你爱看多少台 你就付多少台的钱 这个时候你必须在你家里的电视上面 有一个SETABOCK 这样的机上盒 那这个机上盒 这个数位化的过程 就是系统款要投资进去的钱 那这个SETABOCK一个可能3000块5000块 要到1万块 按照本身功能而不同 所以系统台必须要拿出钱出来 为他们的收视武装SETABOCK 我们才有可能到达完全数位化 让你看到高品质 高画节目 以及让你能够 爱看多少付多少钱 当品单税 那么他现在没有钱了 因为他的钱出谋富云 他在这个杠杆并购里面的利息 事实上的大传手的教授陈炳鸿先生 他登过 他在去年登过一篇媒体集团化 跟他的内容 多远的关联性的研究 那里头文章里头分析 旺旺旺中时在并入中天电视台前后一年 中国时报影剧版报道中天相关节目的数量 发现并购后比并购前多了四倍 这个字内容 然后另外呢 这个当红的节目 超级星光大道的节目 不仅在中视首播 他还在集团那个中天总和台 娱乐台等频道重播 一再重播 一个周末 一个周末就重播了八次 这个业者名其名说的是中校 中和校国 所以那个张铁华教授问得很好 这是写的中校 这当然是业者的中校 这个绝对不是事情到处的中校 那已经有七年历史的新闻国外防治基金会 每一季都会发表对国内五报报道的观察报告 过去两年 旺旺中时的乌龙新闻 一向也都是五报之冠 这个东西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那最近台大新闻手张锦华教授 他已经今天在场 我今天借他的研究 这个他分析台湾四家报纸 怎么报道去年八月跟九月来 来台湾的三个中国采购团 就是湖南采购团 广东采购团 陕西采购团 这个发现呢 这三个采购团在中国时报和联合报 置入了三四个版社的专题版面 果然这两家报纸报道采购团的行程的时候 报道量就是最多的 屡屡强调中国官方能力 中国官方能力提供高效能的台商服务 这些全部都是正面的形象 绝无质疑说 那个答应的采购 后来有没有到位 有没有落实 那里头有没有夸张 绝无这个 然后除了联合报一则之外 其他这两报都没有 客观报道这些人在台湾走动的时候 随时可是都有民众在抗议 在畅反调 这些东西都在新闻里头看不到 这两报跟苹果日报 跟自由时报的报道截然不同 所以这个是内容 马上就影响了 最糟糕的是刚才我提到的 三十个版式的置入专题版面 那不是内容 因为那是贩卖新闻版面 供对岸的去大肆广告 供对岸对台湾的读者大肆挤 严重伤害了我们这个行业新闻的伦理 为什么 因为他把新闻当广告卖 甚至逼得自身记者 业者一直强调说他们是归于返乡 他用这个东西希望能打动NCC维持 可是我们从他的申请案里面 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蔡也明今天是用外资的身份 回来买台湾的有限电视系统台 请各位 其实NCC有公开这个 就是说他的购买结构 他是透过外资五层层层转投资到 来买台湾的十家系统台 企业的利益 对我们刚刚讲到九层营修都在中国 其实有很多的学者跟我们的连署民众 高度的质疑 这样子的一个企业家 他的利益到底在哪里 大富的诟病案 其实在这个诟病案里面 NCC提出一个附加条款 请各位注意 大富他基本上 他也是购买台湾的 有限电视的系统台 他是电信业者购买系统台 当时NCC提出一个附加条款 就是大富不可以去经营台湾的 新闻频道跟财经频道 如果NCC委员意识到 有限电视系统业者 因为他掌用了大家的言论通路 所以不让他进一步 直接去经营 严重影响我们言论的 这个新闻跟财经频道 请问现在的望中爱 一个已经拥有台湾的平面媒体 已经拥有无限电视频道 有限电视新闻频道 还加上东森集团 底下两个新闻频道 请问这样的一个业者 可以让他来拥有台湾的 一个有限电视的系统 好我想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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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